新婚夫妇去泰国旅游 妻子却在示意间神秘失踪 被找到时已经被消场人质 摆在机型秀上工人娱乐 这就是电影消失的她的原景之一 泰国是一间暗门事件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感兴趣的点赞 关注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一天 刘女士一大早就来到机场 准备和老公趁着婚嫁出国度蜜月 他们选择去泰国旅游 主要是朋友推荐 说那里物价低 气候适宜 虽然有些地方治安不好 但只要尽量避开人少的地方 一般也不会遇到什么事 两人临行前做错了功课 所以刚到泰国那几天 刘女士玩得很静静 不过由于当时是旅游旺季 景区街道到处都是人 丈夫小王跟着急了几天后 实在受不了了 于是临时决定 换个人少的地方 清静清静 两人就这样一路 一边走一边逛 拐进了一个破坠的小巷 或许是环境不太好 巷子里基本上没什么人 一开始刘女士心里 还有过一次担忧 可很快就都抛至脑后 她们以下风格独特的古典 吸引心里十分喜欢 于是拉起疲惫的丈夫 就往里走 进店后 刘女士就自顾自地挑起了衣服 小王则一屁股摊坐在插发上 等着一会儿截账 后来刘女士挑了几件 轻衣的套窗 转身走进了十一间 小王知道妻子向来默契 于是闭上眼 小气了一会儿 没想到居然睡着了 等她再次睁开眼睛时 已经是快过了半个小时 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她连去叫了妻子洗一声 都没有人回应 小王心里莫名有些不安 就竟跑到妻子所在的更衣室寻找 结果发现里面竟然空无一人 她赶紧询问店员 谁知对方却说 根本没有看到刘女士 从事之中 都只有小王一人进店 起初小王还以为 是妻子故意联合店员 也在搞到恶作剧 于是一边给妻子打电话 一边在店里继续寻找 可刘女士试衣服时 根本没有拿手机 小王把整家店翻了个底儿 朝天 也没有找到妻子的踪迹 她以为是自己的记忆 出了差错 于是又跑到别的店里询问 可惜同样也是一无所获 小王意识到情况不对 赶紧报警寻求 泰国警方的帮忙 遗憾的是 巷子没有监控 当地的警员们 跑遍了整条街 以及林女士 可能会去的所有地方 都没有查到一点线索 而他们夫妻俩居住的酒店 也同样没有任何消息 勤婚夫妇去泰国旅游 妻子却在示意间神秘失踪 丈夫不相信妻子 就这样人间蒸发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 每天都拿着她的照片 穿梭在泰国的大街小巷寻找 可惜直到先证到期 都毫无头绪 过于无奈 小王只好坐上了回国的飞机 原本期盼着 甜蜜生活还没开始 就被这样的意外给粉碎了 换做是谁都难以承受 回到家里 小王看着空荡荡的新房 以及墙上的婚纱罩 陷入了无尽的悔恨之中 而死后 他每晚都会梦到妻子 然后突然惊醒 再也没有睡过一天踏实觉 就这样 小王在煎熬中度过历年 后来他费尽周折 终于争取到了出差的机会 这次他决心 一定要找到真相 于是带着全部家当 再载到泰国 踏上了寻气之路 他带着几千份的寻人喜事 奔走在街头巷尾 恳求每个路人帮忙留意 但毕竟事情过去了那么久 地方又那么大 鱼龙混杂 两个月下来 小王都没有任何收获 就在他心扉意冷 几乎要放弃时 转机突然出现了 一次下班后 单位同事非要拉他去聚会 在夜店里 小王看了一场激情秀 舞台上 一位没有四肢 只剩半截躯干的女子 被关在秀极斑斑的铁笼子里 面目呆滞地摇晃着自己的脑袋 而他的舌头被人割去 只能时不时发出一种微弱的乌液 小王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 但更令他窒息的是 当他看清楚那张脸 时才发现 眼前这个被做成人质 供大家娱乐的女子 竟然就是自己失踪一年的妻子 他不敢想起妻子 曾遭受了怎样的酷刑 但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 大火地向舞台冲去 后来小王才知道 当初那家店 一直和夜店 坐着肮脏交易 他们在施衣县里 撞了暗门 专门找外地游客下手 而刘女士当初在施衣服势 就是被人突然抽空底盘 调到了下面的暗道里 没想到从此 论为了任人宰割的赚钱工具 近近的日 刘女士最终被丈夫找到 并熟了回去 始终表道时 已经被消成人质 共人娱乐 这是电影消失的 他给人冲击力 最大的激情秀情节 看上去似乎有些离谱 但现实中 这种残忍的表演 曾风离西方各地 而且在当时 像去电影院看电影一样正常 当然 在我国也流行过一段时间 比如不少90后 小伙伴的童年阴影 花瓶姑娘 看上去和人质有一些许相似 瓶狗只有女子的头 表演的人对外宣称 花瓶姑娘的身体残疾 没有个部没有腿 但可以说话唱歌 还能回答各种问题 很多人看后 都会忍不住驻足观看 不过这种本质上 还是魔术表演 只是利用镜子 做了一些障眼法 并不是真的屏中人 可西方的激情学 就不一样了 完全是在拿真的激情人取乐 当时连体双胞胎 诸如巨人等 这些有这生长发育障碍的人 以为贴上恶魔之子 女巫的诅咒等标签 被许多人猎起 注重娱乐生活的美国人 便开始想帮设法 拿他们消遣获利 于是更快 各大狂欢节目和马集团 就聚集起了一群 形态热异的表演者 比如小头人 长活等女士 没有四肢的海豹人 为了吸引观众制造噱头 经纪人会编导故事 发达宣传 让激情人变得更加神秘 而观众也会因好奇心 为计划高价抢票取乐 随着受众群体越来越多 资本家逐渐开始整活 有的激情就会展出一些动物 比如两头牛四小羊长 有的则打造人类动物园 直接把土著人 关在栅栏里供人观看 其中有三个女性 仅仅因为屯母发育 比常人丰满 就被强制拔光当中展示 其间还要装成一头 猛兽扑斧在地 表演被驯服的把戏 长时间的压榨 让他们年纪轻轻就染病一世 可即便此后 还得以科学之名被解剖 然后当成标本 继续展览 而激情秀的日益鼎盛 也让觉得有着恶趣味的人 开始更加肆无忌惮 甚至直接制造激情人 既然这种表演 后来被明明禁止 但全球每年近百万的人口 失踪非法贩卖 谁又能保证 是不是真的清算干净了 希望大家出门在外 还是多留点心 时刻保持谨慎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 本期视频到这里 就结束了喜欢的朋友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